《琉璃娃》 稀有琉璃瓦,今有身边人,欢迎收听琉璃故事会。 豪华包间内,幽兰和紫粉交织出暧昧的斑驳光影。 我站在门口,正正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陆燕怀里抱着一个酒吧的女服务生,脑袋埋在她颈窝里,亲密地磨蹭。 她一遍又一遍地喊宝宝,嗓音低哑又深情,女服务生看不清脸。 直到她转过头来,露出熟悉的侧颜,我瞳孔一颤,竟然是谭威。 那个曾经被陆燕捧在心肩上爱了七年,最后却把她抛弃的初恋女友。 宝宝这个称呼是专属于谭威的,陆燕原本是金圈首富陆家的私生子,一直不被陆家认可。 数月前,陆家长子陆萧发生车祸意外去世,陆燕这才有了认祖归宗的机会,一跃成为了新晋的金圈太子爷,于是便有了今天这个小型的庆祝会。 作为主角,陆燕难免被大家轮番敬酒,挤翻下来喝得烂醉,我担心她又胃疼,所以过来看看,没想到竟然会目睹这样一幕。 在座的几位都是老熟人,他们自然知道,我于是集团的千金大小姐余佳,才是陆燕的现任女友,也是陆家联姻的上上人选。 气氛一时陷入诡异安静,陆燕最好的兄弟贺旋见我一来,急忙推开身边的长腿美女,从座位上起身。 接着抬步上前,扯住陆燕的后领低声提醒,陆燕,快松手。 陆燕眯着眼睛回头,微微泛红的俊脸闪过烦躁。 他将怀里的人抱得更紧,低头就要吻上去,惊得贺旋瞪大了眼睛。 陆燕,我嗓音干涩,陆燕的唇在距离弹威一厘米处骤然停住。 他缓缓扭头,目光于我对视上的那一刻,混沌的双眼终于清明几分。 他重新看向怀里的女人,立刻脸色一僵,猛地将她推开。 落在弹威身上的目光,从深情变成惊恶,最后化为浓重的冰冷。 弹威扶住身后的墙勉强站稳,他手里拿着开酒器,静静地盯着鹿燕,眼眶一片通红。 三年未见,他还是那么漂亮,脸上妆容精致,急腰的长发乌黑柔顺。 唯一唯和的是,身上穿着酒吧的员工制服。 显而易见,她是这家酒吧的女服务生,正好被安排进这个包间服务。 不过弹威之前就是陆家保姆的女儿,没了陆燕的保护,现在混成这样也没什么奇怪的。 弹威沉默许久,艰难地动了动唇,嗓音颤得厉害。 陆燕,好久不见,陆燕冷着脸,没有搭理她,走过来牵着我的手,带我入座。 佳佳,想喝什么,她将我揽在怀里,目光里的宠溺快要溢出来,似乎方才那一幕完全没有发生过。 佳佳能喝酒吗? 这家酒吧的Mimosa不错,是啊。 佳佳,一起喝点吧。 大家热情招呼着我,竭力缓和方才尴尬的气氛,没有人再去注意孤零零站在外围的谭威。 我下意识看向谭威,正好与她目光相撞。 众目睽睽之下,谭威眸色冰冷地盯着我。 她在警告我,怎么能抢了她的男人。 一个保姆的女儿,竟敢用这种眼神看我。 当年背着陆燕和她大哥陆霄滚床单,给陆燕戴绿帽子的,明明是她。 而现在陪在陆燕身边,能帮助她的事业更上一层楼的,是我。 在这么多人面前,我要维护好自己的乖巧小白兔形象。 我抢过陆燕刚刚拿起的酒杯,抿了抿唇,娇软的嗓音带着一丝称怪。 你威严刚好,别再喝了,陆燕垂眸轻笑,宠溺地看着我,滴滴恩了一声。 陆燕,谭威充满破碎感的一声轻患,再次打破这一片祥和的气氛。 哦,这位也很能装,我偷偷翻了白眼。 所有人不约而同地看向陆燕,陆燕笑容疏失,眼里闪过莫名的烦躁。 啪的一声,一打钞票被狠狠甩向谭威,散落在她的脚边。 这里没你的事了,滚出去,陆燕看向谭威的目光,带着几分报复般的快意。 我微微一愣,本以为她会对谭威的出现表现得漠然和毫不在乎。 可没想到,她的反应竟然这么大。 谭威迅速低头擦了一下眼泪,扶下身子,一张一张将钞票捡起。 动作间,不经意将小臂上的亲子鱼横露了出来。 陆燕攥着我的手突然一紧,眸底闪过明显恶然。 捡完钞票后,谭威又看向陆燕,漂亮的大眼睛里流露出几分历经风霜的痛处。 当年的事,是陆萧强迫我的,陆燕猛地一掷,抬起冷眸,死死盯着她。 陆萧这个名字,对于陆燕是噩梦般的存在。 陆萧生前为人阴智冷酷,做事手段很辣,在整个金圈是阎王爷般的存在,没有人敢得罪她。 陆萧说,我是你唯一的弱点,所以她要毁掉我,让你尝尝痛苦的滋味,她轻轻掩去小臂上的雷雷伤痕,惨然一笑。 达到目的后,陆萧又把我囚禁起来折磨,直到她车祸去世,我才终于逃出那个地狱,一滴青泪从眼尾划过,了无声息地滴在地毯上。 我下意识看向陆燕,她眸光沉郁,攥着我的手越来越紧,直到我喊了一声疼,她才默然松手,有些恍惚地眨了下眼。 陆燕,送我回家吧,好不好? 我轻轻扯了扯她的衣角,带着几分小心翼翼和紧张。 现在陆燕喜欢的是我,她一定不会心疼谭威的。 一定,不会的。 桌上酒杯光滑的杯身映照出陆燕谋底复杂阴郁的神色,她一动不动,对我的话恍若未闻。 陆燕,我嗓音颤抖,带着明显的祈求,又是一阵漫长的沉默。 我的心渐渐冰凉,她心疼了,我动了动唇,还想说什么,谭威那边又抢着表演。 陆燕,我知道你恨我,对不起,我一直欠你一个道歉。 她郑重躬身,眼泪啪啦啪啦地往下掉,单薄地身体颤抖得厉害。 陆燕刚拿起烟的手陡然一降,随即超过打火机,将烟点燃。 浓呛烟味涌入鼻腔,我强忍着没有咳嗽。 陆燕很少抽烟,只有心情很差时,她才会抽一点,每次都会避开我。 她知道的,我最讨厌烟味。 气氛再次陷入死寂,坐在对面的贺旬,瞟了一眼表情苦涩的我,眼里闪过心疼。 她犹豫片刻,随即皱着眉开口,谭威,陆燕和瑜伽下个月就要结婚了。 你喝一杯恭喜她们,大家好聚好散,行不行,陆燕仍然一声不吭地低头抽烟,似乎默认了贺旬的安排。 我紧皱的眉渐松开,对啊,祝福我们吧。 喝完这杯酒,请你不要再出现在我和陆燕的生活中。 因为陆燕现在喜欢的是我,贺旬示意让身边的美女把酒递过去。 谭威泪眼朦胧,接过酒杯,燕红的嘴唇微微颤动,努力掠出一个笑,真是我见油脸。 恭喜,艰难地说完这两个字,她将酒杯抬高,两头全部喝了进去。 几乎是同一瞬间,陆燕突然掐灭烟头,起身推开我。 一向沉稳地她忠于失态,一把夺过酒杯扔在地上,大声吼道,你不要命了。 自己酒精过敏不知道,谭威单薄地身体微微摇晃,似乎要占卜,她泪如雨下,正正地盯着陆燕,清水般的眼眸越来越红,带着惹人联系的泪光。 我的心立刻沉到了极点,陆燕回头看我一眼,眸底闪过歉意。 寻歌,麻烦你,帮我送佳佳回去,说完,她紧紧攥着谭威的手,焦急地夺门而出。 一场聚会不欢而散,陆燕和谭威离开后,我喝了很多酒,只有足够醉,我才能忘掉悲伤。 我靓靓呛呛地被贺旬搀扶,上了她的豪车。 贺旬让司机先送她女朋友回家。 女孩是个嫩膜,腰细腿长,皮肤白地发光,刚和贺旬认识没几天。 送她到家后,她嗓音嗲嗲,拽着贺旬不肯走,末了还瞪我一眼,似乎嫌我碍事。 贺旬直接不耐烦地提了分手,让她下车,车辆重新启动,只留下了站在原地,一脸凌乱的女孩。 对此,我已经见怪不怪。 贺旬和陆燕是发小,两个人的经历很相似,同样是豪门家族的私生子,同样不受待见。 但不同的是,陆燕一直在努力向陆家证明自己的能力,也因此和她的大哥陆萧,视同水火。 而贺旬生性散漫,对家里的生意兴趣缺缺,平日逛酒吧,玩赛车,拼音乐会,看画展,养养花草,钓钓鱼,偶尔泡泡妹子。 虽然女朋友经常换,但她同时又有洁癖,从来不接吻,不上床,在混乱的金圈,算是一朵奇葩。 曾经有人说贺旬喜欢男人,还有人说贺旬不行,都被陆燕狠狠揍了。 贺旬年长陆燕一岁,当初在陆燕最困难的时候,贺旬帮了她很多,是陆燕打心眼里敬重的好兄弟。 也因为这个原因,陆燕可以很放心地将我交给贺旬,让她送我回家。 不知何时,阴暗夜空下起萌萌小雨,夜空如浓墨染旧的木布,木布挤出细密水滴,飘洒在城市的上空。 车速很快,前窗上的雨滴仿佛脱离了地心引力,往车窗上方拥挤,最后被雨刷抹掉,不留一丝痕迹。 可方才酒吧里的那些画面不是雨滴,它会像曝光过的胶片一样,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我面容惆怅,眉眼间有画不开预色。 坐在副驾驶的贺旬时不时地回头看我,眼里带着明显的关心。 家家,我们也没想到会在酒吧碰到谭薇。 都怪我让谭薇喝酒,她酒精过敏这事,都三年过去了,谁还会记得。 说完,她猛地顿住,一脸懊恼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嘴,好看的眉毛拧成了麻花。 我静静地看着车窗外,小脸苍白,没有吭声。 贺旬说得没错,已经过去三年了,谁还会记得前任酒精过敏这种事。 况且谭薇的酒精过敏本来就不严重,只是喝完酒后,手臂上会起一点红疹,第二天就会好。 可偏偏陆燕记得,不但清楚记得,还很担心她。 所以,陆燕还是对谭薇旧情难忘。 下车时,稀稀利利的雨也恰好停了,家家,到你家了,嗯,迟来的酒醉让我意识昏沉,身体沉重异常。 贺旬打开后座车门,两手很规矩地架着我的肩膀,扶我走到别墅门口。 这是我成年后爸妈送的房子,除了我之外,家里还有看着我长大的保姆无疑。 嗯了半天门铃,没有人回应。 像是遇到世纪大难题一般,贺旬茫然地皱起眉毛,表情有点呆。 家家,无疑是不是出门了? 嗯,不知道,我像一摊烂泥一样靠在贺旬怀里。 贺旬犹豫了一下,试探地问道,我把你送到陆燕那里,好不好,我立刻摇头。 几乎就要哭出来。 不要,贺旬哥哥,我不去,我无力地挣脱,但身体软得根本站不稳。 贺旬眼疾手快地将我抱住,两个人紧密地贴在了一起。 接着,他耳根通红,有些不自在地将我挪开一些。 每次他单独和我待在一起,都会害羞和紧张。 贺旬哥哥,你送我去威斯星酒店吧。 我嗓音嘶哑,威斯星酒店是我家的产业,很安全。 贺旬立刻如蒙大赦地松了口气,把我重新扶上了车。 直到我们到达酒店,他还是耳朵红红的,一直不敢看我。 将我安顿好之后,贺旬就要走,走到门口却突然顿住。 客房的门打不开了。 不一会儿,酒店服务的内线电话响了起来。 不好意思贺少,门锁的控制器出了一点问题,你和大小节能不能先将就一晚。 明天上午,门锁的原厂家会来修,贺旬愣住,五星级酒店还会坏门锁。 对不起贺少,真的不好意思,贺旬皱着眉头挂了电话,有些无语地返回套房的卧室,估计是想看看我睡着了没有。 进了卧室,他却发现我正坐在床上,盯着自己的手机看。 见我脸色煞白,眼泪不停地往下掉,贺旬顿时愣住。 家家,你怎么了?我低下头擦眼泪,默默地将自己的手机递给贺旬,贺旬看完脸色大便。 手机上,一个陌生号码发来了一张照片。 鹿燕上身赤裸,闭着眼睛在床上沉睡。 而谭威小鸟依人地靠在他怀里,身上盖着被子,露出玉藕般雪白的双肩,红唇微钩,脸颊带着羞涩红润。 贺旬拿出手机,就要给鹿燕打电话,被我立刻拦住。 我紧紧抓着贺旬的手,嗓音干涩无力。 别打给他,我不想听到他的声音。 求你,贺旬放下手机,满脸担忧地看着我,好看的眉眼附了一层柔光。 我眼泪连连,无助又绝望,贺旬哥哥,我好难受,贺旬疼惜地轻抚我的后背,沉沉叹了口气。 明天我会去找鹿燕,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 我红着眼圈,一脸般的仰头看着贺旬露出自己最脆弱无助的样子。 贺旬哥哥,鹿燕不要我了,你能要我吗?什么? 贺旬瞳孔微张,震惊地瞪大眼睛。 我不等他说什么,直接跪在床上,抱住他的头稳了上去。 男人陡然一僵,像是立刻变成了木头人。 两只大手无措地悬停在我的后背上,不敢动他,身体僵硬无比。 吻了几秒钟后,他还是没有反应。 我松开他,喘息如蓝地凑到贺旬通红的耳朵旁。 用自己最动听,最娇媚地娇难蛊惑他。 贺旬哥哥,求你,爱我,贺旬猛地将我推开,正正地看了我一会儿。 眼睛里接连闪过震惊,挣扎,无措,羞难。 最后终于染上一抹玉色。 那玉色很快变得浓重。 接着,他眸色一暗,狠狠将我估在怀里,又急又凶地吻了下来。 后面的是,不知道是谁主动。 头顶的灯光摇摇晃晃了许久。 直到贺旬咬了一口我的肩膀,汗水滴落下来, 他眼里充满了懊悔和愧疚。 佳佳,对不起,我会对你负责的, 我嗓子都喊哑了,但还是喊着泪摇头。 没事的,贺旬哥哥,不怪你,这是我的错。 贺旬叹了一口气,落下的亲吻温柔至极。 我红着脸颊娇怯回应,心里发出满足叹息。 惦记了这么多年的男人,终于被我睡到了。 威斯星酒店既然是瑜伽的产业。 想让客房门所出点问题,对我来说轻而易举。 贺旬果然如我所想,性取向正常,也没有任何影集,还很纯情。 纯情到对某些流程竟然一点都不懂,真是深得我心。 不过,明天一早,我还是会继续和陆燕在一起,扮演那个单纯乖巧,任人拿捏的小白兔。 因为真正的游戏才刚刚开始。 在贺旬醒来之前,我穿好衣服,揉着酸疼的腰,偷偷离开了酒店。 我拿着谭威,发给我的艳照,去找陆燕算账。 酒醒之后的陆燕,才是他平时的样子。 冷静又沉稳,头发被精心打理过,身上的白衬衫没有一丝褶皱。 陆燕看到照片后,墨地一愣。 我唇色苍白,无助又伤心地看着他。 你还是喜欢谭威,对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还是取消婚约吧。 说完我转身就走,陆燕猛地将我拽住。 佳佳,你冷静点,你叫我怎么冷静? 我推开他,嗓音逐渐哽咽,全身心地把自己演成一个傻白甜的恋爱脑。 陆燕,我知道因为我不想和你在结婚前发生关系,你一直不开心。 你可以在外面找女人,没关系的。 我相信你真正爱的只有我。 可为什么,那个人偏偏是谭威? 我是真的爱你。 我嫉妒他陪了你那么多年,却不知道珍惜你。 现在我马上就要和你结婚,可谭威却又出现了。 陆燕,我不喜欢她,你把她赶走好不好? 你再也不要见她,好不好? 见我哭得浑身颤抖,陆燕叹了口气,将我搂在怀里,轻轻抚摸着我的头发。 好,我答应你,以后再也不和谭威联系。 但你相信我,我真的对她没有感情了。 当初是她背叛我在先,我紧紧抓着陆燕的衬衫,泪水蹭湿了她的衣领。 要是你骗我怎么办? 我柔弱又娇气地抽噎着,睫毛上沾的泪珠被陆燕抬手轻轻抹去。 那就罚我跪搓衣板,好不好? 老婆,第一次听她这么叫,我的脸颊上露出害羞红润,羞涩埋头在她的怀里。 陆燕轻笑一声,接着俯身吻了下来。 我忍着作偶的欲望,仰头回应她。 陆燕又哄了我一会儿,还狠了狠心,给我买了一套价值几千万的珠宝,接着又说带我去看婚纱,然后我们就和好了。 我本来想再捞点儿的,但陆燕现在还没得到陆家的大权,手头的钱已经有些捉襟见肘。 下楼时,客厅沙发上突然多了一个男人,我不由得愣住。 贺旋衣服都没换,就这么追来了。 他正在走神地盯着眼前的茶几,短发有些凌乱。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眉眼深邃干净,鼻梁挺直,薄唇咽红。 真的好想再亲亲他。 昨晚的画面不由浮现在脑海中,让我脸颊不自觉一热。 寻哥,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听到陆燕的声音,贺旋猛地回过神来,抬头便看到陆燕和我手牵手走下台阶。 发觉我的嘴唇明显红肿,他立刻明白过来我们刚刚在楼上做什么。 贺旋眼里的光芒,肉眼可见的消失,变成了压抑的哀伤,连声音也干涩了几分。 没什么,你昨天喝酒,我不放心,所以过来看看,我没事,陆燕笑了笑,他在贺旋面前,永远是一副很放松的姿态。 寻哥,正好我要和佳佳去选结婚的礼服,你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以后等你和别人结婚,早晚也会经历这些流程,贺旋末地一愣,修长的指尖微微颤了一下。 好,听完陆燕的话,我顿时不悦地皱了下眉。 贺旋明明是我的,没有人能和我想,就算心里再不痛快,我也要继续维持乖巧的样子。 晚上,陆燕的臂膀露出甜美开心的笑容,我们一起来到了一家高档婚纱店。 陆燕很有耐心地陪我挑选婚纱,贺旋一开始就坐在沙发上,静静地看着我们。 我无意中回头,他就有些慌乱地收回视线。 今天早晨我离开酒店前,给他留了一张纸条。 贺旋哥哥,对不起,昨晚的事,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吧,然后他就成了这样。 像被主人抛弃的委屈小狗,可怜巴巴的样子,真让人心疼。 陆燕为了补偿我,让经理把店里最昂贵的婚纱拿来让我试穿,接着自己去了男装趋势礼服。 换好婚纱,我迫不及待地去找贺旋想给他看,可他却不见了。 婚纱店的经理说,贺少已经买下了一件婚纱。 我顿时愣住,他这是要和谁结婚? 等我终于找到他,他正在一个偏僻的角落,正正地盯着眼前塑胶模特身上的婚纱发呆。 这件婚纱在店里算是价格比较便宜的一款。 婚纱白得耀眼,尖头点缀了一朵简单的白玫瑰,柔软的裙摆微微捧起,像是在无声诉说着款款柔情。 轻柔的半透明布料,为他蒙上一层淡淡的薄物,优雅而又纯洁。 而站在婚纱旁边的贺旬身形修长,穿着简单的白衣黑裤,绿色短发柔软蓬松,眉眼干净,英俊地让我挪不开眼。 看到婚纱和贺旬出现在同一个画面的那一刻,我的心跳突然乱了一派。 从第一次见到他,我就觉得他像是动漫里的夏目贵制,干净柔软,不染尘世。 这一刻,我真的好像浑穿到那个塑胶模特身上,正大光明地站在他的身边。 身后突然传来陆燕的细血倾笑。 询哥,你买这件婚纱,是要送给喜欢的女孩吗? 贺询回过神来,看到换好礼服的我和陆燕正亲密地站在一起。 他微微一震,很勉强地笑了一下。 没有,只是觉得这件婚纱很好看,陆燕没有多想, 问我还要不要试试别的婚纱。 我摇头,直接敲定了身上的这一件。 毕竟这场婚礼办不成,只是做做样子而已。 不过,看到贺旋那么伤心的身影,我真的好心疼。 昨天晚上情到深处,他亲吻着我的额头, 很认真地说要照顾我一辈子。 正如我17岁那年,他站在我面前, 耳根通红,一脸紧张地将情书递给我。 佳佳,我喜欢你,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 无论是当年,还是昨夜。 我都想很大声地告诉他, 我愿意,不过我不能。 现在,必须再忍忍。 陆燕接到电话,有事提前离开, 于是贺旋送我回去。 他静静地开车,身体绷得比直又僵硬, 一直没有理会坐在副驾驶上的我。 鼻尖嗅到贺旋身上的干净气息, 都让我觉得心里砰砰乱跳。 安静的车内, 暧昧的气氛在浅浮动。 这么好的机会,怎么能错过? 送我到家门口时, 我没有立刻下车, 而是把手直接搭在他的手上, 轻轻挖撒了一下。 贺旋猛地一颤, 触电似的就要躲开。 我直接解下安全带, 还住他的脖子稳了上去。 贺旋浑身一僵, 眼里闪过挣扎, 最后还是开始回应我。 狭窄的车厢内, 以你气息越来越浓。 直到我将手探向他的皮带, 贺旋立刻推开我, 有些痛苦地闭了闭眼睛。 睁眼时, 眼睛里的情欲已经退得一干二净。 家家, 对你来说, 我是什么? 我微微一愣, 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见我不说话, 贺旋变得更悲伤了。 他只问了我一个问题, 你还是要和陆燕结婚, 是吗? 是, 我艰难地说出这个字, 心里疼得要死。 这件事牵扯太多, 他不知道还是比较好。 见贺旋眼里已经浮现出绝望, 我心里一慌, 紧紧抓住他的手, 急切解释。 贺旋哥哥, 你相信我, 我有苦衷, 等婚礼那天, 你就会知道一切了。 贺旋猛地将我推开, 脸上不再有任何情绪。 他面无表情地转过头去, 嗓音嘶哑无力。 佳佳, 请你不要再玩弄我的感情了, 好吗? 我。 贺旋开始不理我了, 只要有我出现的场合, 他就会迅速找借口离开。 他的身边也不再有漂亮妹子, 变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 每次看到他落寞的背影, 我都会无比心疼。 但为了我们的以后, 我必须继续进行我的计划。 为了防止谭薇继续纠陆燕, 我开始寸步不离地缠住陆燕。 陆燕一开始, 对我很有耐心, 但时间一长, 他发现他做什么我都要跟着, 于是时不时就晚起消失, 连电话都打不通。 我更加着急, 他肯定是和谭薇藕断丝连, 他们是彼此的初恋, 怎么可能断得一干二净? 于是我决定跟踪陆燕, 看看他到底在干什么。 这天, 我发现陆燕神神秘秘地 来到了一处郊区别墅, 门口还有两个守卫。 我顿时气急, 他一定把谭薇藏在了这里。 他爱谭薇爱了七年, 那个狐狸精又长得那么漂亮, 他怎么可能轻易放手? 想到这儿, 我立刻冲了上去, 谁料刚走到门口, 那两个守卫立刻警惕地将我拦住。 干什么的? 这里是私人住所, 我是陆燕的未婚妻, 你们凭什么拦我? 那两个人愣了一下, 但还是拦着我不让我进去。 陆燕, 我大声喊了好多遍, 终于被陆燕听到。 怎么回事? 陆燕一脸阴沉地走了出来, 看到是我, 他不但没有高兴, 反而骤然变色, 攥住我的手臂立声质问, 你跟踪我, 我吓了一跳, 他从来没有对我发过脾气, 怎么今天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委委屈屈地红了眼睛, 陆燕, 你快松开我, 好疼, 陆燕这才反应过来, 虽然松手了, 但脸色还是阴沉地吓人。 除了你之外, 还有谁发现了这里? 我揉着自己的手腕, 有些委屈地撅着嘴, 只有我自己。 陆燕, 谭薇是不是在这里? 陆燕微微一愣, 紧绷的面容似乎缓和了几分。 没有, 我绕过他, 就要往大门里进, 陆燕立刻将我拽住。 谭薇没在这里, 你不要再闹了, 我惊恶地看着他, 咬着嘴唇, 眼泪连连。 如果谭薇不在里面, 你为什么害怕我进去? 陆燕盯着我看了一会儿, 沉溺许久, 最后终于拧着眉头, 带着我进了别墅。 我从楼上搜到楼下, 把每一个房间能藏人的地方, 都仔仔细细搜了一遍, 没有发现那个狐狸精。 回到一楼, 我突然发现, 角落里有一个地下通道入口。 顺着楼梯往下, 地下室的尽头, 有一个上了锁的房间。 我眼巴巴看着陆燕, 陆燕沉默许久, 最后终于掏出钥匙, 将门打开。 黑漆漆的房间像无尽的黑暗, 让我莫名觉得惊恐。 但我还是想撞着胆子进去看看, 陆燕立刻将我拦住, 似乎有些不耐烦了。 我念诺开口, 对不起, 是我误会你了, 陆燕叹了一口气, 似乎有些无奈。 以后不要再这么任性了, 好不好, 我乖巧点头。 陆燕说要亲自送我回家, 我开心地挽着她的手臂。 看来陆燕真的和谭薇断了, 我顿时放了心。 一个月后, 陆家太子爷要迎娶于是大小节, 这件事成为了金圈最热门的话题。 按说陆萧几个月前刚去世不久, 不应该这么快办喜事。 但陆家老爷子年过八十, 长孙去世让他悲痛不已, 现在陆云天着急办这场婚礼, 就是希望能让老爷子脸上 重新恢复笑容。 婚礼现场, 我穿着价值几百万的豪华婚纱, 缓缓踏上平整的红色地毯, 朝着陆燕走过去。 陆燕人母狗样地站在红毯的尽头, 唇边含着明显笑意。 这一天应该是他这一生中 最风光的时刻了吧。 之前陆云天已经明确表示, 将在婚礼上正式宣布 陆燕为陆家下一任接班人。 台下宾客都是金圈名流, 各界大佬。 陆燕居高临下地站在台上, 眼里闪动着傲视群雄的光芒。 这场婚礼结束后, 他将成为整个金圈最尊贵的人。 婚礼进行得很顺利, 浪漫的音乐响起, 陆燕要给我戴戒指。 钻石戒指距离我0.1毫米的那一刹那, 会场闭合的门突然被推开。 一个女人走了进来, 是谭威, 她不是陆萧的情妇吗? 怎么今天会来这里, 听说这个女的之前是陆燕的女朋友, 后来才和陆萧好上的, 那她今天来, 这是要抢婚。 宾客们议论纷纷, 陆燕皱眉盯着谭威, 不知道她来做什么。 谭威站在门口, 远远地看向台上的陆燕, 眼眸里一片平静。 陆燕, 恭喜你结婚, 我是来给你送贺礼的。 陆燕表情冰冷, 陈生说道, 有什么事, 等婚礼结束后再说, 谭威很认真地摇了摇头, 这个礼物必须现在送。 说完, 谭威对着我眨下眼睛。 我扒拉开厚厚的婚纱裙摆, 接着从裤兜里掏出控制器, 一本正经地对着台下观众说道, 请看VCR, 大屏幕上播放的是一个视频, 视频拍摄于医院。 病床上的男人浑身插满了管子, 气息奄奄, 说话很慢。 是陆燕, 给了我很多钱, 让我在陆萧的车上动手脚, 事后陆燕又想杀人灭口, 不过幸好我命大, 被人救了。 台下宾客一片哗然, 陆云天面容震惊地起身, 浑身剧烈颤抖着,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似乎是无法接受这个残忍的事实。 没过几秒钟, 警察就冲了进来, 将现场团团包围。 陆燕, 你涉嫌杀害陆家长子陆萧, 并从事非法军火交易, 现在证据确凿, 请配合我们, 接受警方调查, 陆燕一直背对着我们, 观看视频录像。 等他缓缓转身, 我才发现, 他竟然出奇地平静, 甚至唇边带着一丝 若有若无的笑容。 不知为何, 我觉得有些不对劲。 下一秒钟, 冰冷抵在了我的太阳穴上。 随着一声刺耳尖叫, 宾客们开始慌乱地逃窜, 陆燕凑到我耳边, 语气温柔地向情人的低难。 没想到是我小看你了, 瑜伽, 那次你跟踪我, 就是为了找这些证据, 我竭力维持冷静, 陆燕, 你逃不掉的, 投降吧, 陆燕用力勒住我的脖子, 慢条思理地对着警察开口, 放我离开, 不然的话, 我就杀了他, 他现在的样子, 完全变成了一个冰冷无情的杀手。 陆燕, 你不要一错再错, 这些资料是我带着警察去找的, 和瑜伽没有关系, 你放了他, 谭威急切地说道, 看向我的目光满是担忧, 陆燕恍然大悟地露出笑容, 我的太阳穴猛地一腾, 他把枪口死死抵在我的脑子上, 似乎下一刻就要扣动扳机, 原来你也是叛徒, 好啊, 我喜欢了七年的女人, 和我的未婚妻, 竟然联合起来背叛我, 他嘀嘀地笑, 接着声音越来越大, 最后连眼泪都笑出来了。 混乱人群中, 突然冲出一个身影, 众人吓得一片惊呼, 是贺旋, 看到他的那一刻, 我立刻湿润了眼眶。 贺旋站在我们面前, 小心翼翼地祈求, 别伤害佳佳, 如果你需要人质, 让我来, 好不好, 陆燕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吃笑一声, 带着几分失落。 寻歌, 你之前告诉我, 你有一个喜欢很多年的女孩, 就是她, 是, 贺旋回答得没有任何犹豫, 让我不由得湿润的眼眶, 就连陆燕也愣了一下, 但他还是没有松手。 抱歉, 寻歌, 我不能放了他, 我要用他活命, 陆燕语气冰冷, 贺旋眼眶发红, 表情悲凉地看着这个, 他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 陆燕, 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 我们这种私生子, 在他们的眼里, 得不到任何尊重, 凭什么他陆萧就可以随便骂我是野种, 他突然把枪指向谭薇, 还有你, 谭薇, 你是我唯一真正喜欢过的女人, 我对你那么好, 你为什么要背叛我, 谭薇紧紧攥着拳头, 压抑着愤怒。 陆燕,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 当年你被绑架, 是我用身体作为交换, 求陆萧救你, 但我没想到, 我在牺牲自己救你的时候, 你却劝说歹徒去绑架我来威胁陆萧。 从那一刻开始, 我就对你死心了, 陆燕只是愣了一瞬, 接着冷冷一笑, 怪不得, 怪不得你那么快就和陆萧好上了, 你巴不得和他上床吧, 毕竟他才是陆家名正言顺的继承人, 凭什么我也是陆家的血脉, 却得不到应该属于我的一切, 陆燕双目星红的大吼大叫, 完全没有了平时里那副清冷稳重的样子, 彻底变成了一个疯子。 此时, 一直沉默不语的陆云天, 悲痛地叹息一声, 他在旁边人的搀扶下, 脚步沉重, 缓慢地走近我们。 阿燕,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如果我早点告诉你真相, 你就不会变成这样。 你的母亲, 其实是我恩师的女儿, 她被歹徒侵犯生下了你, 还因此精神失常。 恩师过世后, 我妻子劝我将你的母亲带回家, 而你的母亲, 却在发病时用刀把我的妻子杀害。 那时的陆萧已经十岁, 他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死在面前, 所以他才那么恨你。 但陆萧自始至终, 从来没有想过要害你的命, 陆燕猛地一掷, 瞳孔震惊地称大。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骗我, 你骗我, 陆燕缓缓松开我, 身体剧烈地颤抖, 他极度痛苦地抱住自己的头, 像是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一般。 陆萧见状立刻冲了过来, 将我护在怀里。 而处于极度震惊的陆燕, 任凭警察夺过他手里的枪, 将他按在地上戴上手铐。 直到上了警车, 陆燕还是双目呆滞, 不断地重复, 你们骗我, 你们都在骗我, 一切尘埃落定。 警察离开后, 贺旬仍然紧紧抱着我不肯松手。 直到我用手捧着他的脸, 他才终于放松下来, 和我额头相抵, 哑声哽咽。 家家, 我真的害怕你出事, 我一边给他擦眼泪, 一边哭唧唧。 呜呜呜, 我也好怕, 这次不是装的, 我是真的害怕。 谭薇站在不远处, 静静地看着我们, 唇角带着释然的笑容, 还有几分惆怅。 一周后, 木薇餐厅, 灰派的装修风格典雅文艺, 餐厅灯光暖黄, 让人心中宁静平和。 餐厅经理微笑示意, 于小姐, 这边请, 我缓步跟随她的指引, 穿廊而过, 来到一处僻静的隔间。 里面坐了一个女人, 身穿月白色旗袍, 衬出凹凸有致的身材, 脸上化着淡妆, 眉眼如画, 甜尽自如。 相比那身酒吧女服务生的装束, 顺眼多了, 两人相视一笑。 陆燕的犯罪证据, 是谭薇找到警察, 警察从那栋别墅里搜出来的。 而我大张旗鼓地跟踪陆燕不是要捉奸, 而是为了找到陆燕藏匿证据的地点。 想起之前谭薇发给我的那张燕照, 我欲言又止地问她, 那个, 你不会真的和她。 谭薇摇了摇头。 假的, 那天是我给她喝的水里下了点东西。 后来她想碰我, 我说之前自己被陆萧侵犯后 留下很严重的心理阴影, 她信了, 看来陆燕确实很在乎谭薇。 我松了一口气, 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谭薇微微一顿, 眼里带着淡淡的悲伤。 这家餐厅是她送给我的礼物, 我会留在国内把它经营下去。 只不过, 她永远看不到了, 我轻轻叹了口气, 情绪被她感染, 也变得有些沉重。 谭薇口中的她是陆萧。 旁人都以为陆萧很拉冷酷, 做事六亲不认。 但陆萧唯一在乎的人, 只有谭薇。 谭薇原本和陆燕青梅竹马, 一起在陆家长大, 两个人相恋七年, 而谭薇却不知道, 陆萧这些年也一直在暗处喜欢着她。 那时的谭薇对陆萧的感情一无所知, 更在陆燕的误导下, 对这个性情殷勤不定的陆家长子充满了惧怕。 那时的她, 坚信陆燕会是她一生的归宿。 直到那次陆燕被绑架, 谭薇才看清她的真面目。 当时歹徒用陆燕的命药, 携陆家拿出五十亿美金。 五十亿美金, 去换一个私生子的命, 就连陆燕的生父陆云天都有些犹豫。 但陆萧却答应了, 因为是谭薇跑去求她。 当然, 陆萧也有条件, 那就是让谭薇离开陆燕, 做她的情妇, 为妻一年。 走投无路的谭薇, 只能忍着屈辱答应下来。 之后陆燕平安归来, 发现自己的女朋友成为大哥的情妇后, 陆燕愤怒至极。 后来, 谭薇一直被囚禁在陆萧身边, 默默忍受着陆萧的强取豪夺。 然而一年后, 陆萧却实髓之位地违反约定, 继续囚禁谭薇, 还逼迫她为她生下孩子。 陆萧太过强势, 谭薇很痛苦, 她在长时间的相处之下, 对陆萧动了情, 又觉得愧对陆燕。 而陆萧性情冷冽, 久居上位者的身份让她不善解释误会, 即便真的爱谭薇, 但也很少对她流露出温柔。 两个性格要强的, 人像两只刺猬一样, 互相靠近又互相伤害。 谭薇临产时, 陆萧将她送去国外秘密产子, 生完孩子的谭薇趁着陆萧不在。 从医院的二楼跳下, 手臂上的伤也是那个时候留下的。 当时陆萧得知此事很担心谭薇, 也懊悔自己对她造成的心理伤害, 立刻前往机场准备赶去国外。 谁料途中车辆失控, 连人带车都烧成灰烬。 陆萧死后, 她的手下将遗物交给谭薇, 谭薇这才知道陆萧一直隐瞒了很多事。 当年陆燕被绑架, 陆萧将她赎回后, 歹徒交给了陆萧一段录像。 录像里, 被毒打一顿的陆燕 完全没有平时那副高冷金贵的样子, 而是跪在歹徒面前, 讨好般地求饶。 还说出了一番 让谭薇绝望到极点的话, 你们行行好, 把我放了。 你们用我威胁陆萧根本没用, 陆萧唯一在乎的人, 是我的女朋友谭薇。 你们只要放了我, 我就把谭薇弄来, 到时候, 就算你们要整个陆家, 陆萧都会给你们。 我早就知道, 陆萧喜欢谭薇, 所以我把谭薇变成了自己的女朋友, 看到陆萧痛苦, 我就会开心, 视频里的陆燕笑得疯癫至极。 可惜歹徒根本不相信她的话, 最后还是没答应。 在他们看来, 陆家私生子的命, 怎么这也比陆家保姆女儿的命 要金贵得多。 陆萧的手下还说, 因为谭薇一直以来的梦想 是开一家餐厅, 于是陆萧买下了木薇餐厅, 并按照谭薇老家的建筑风格, 找人装修好。 她想等谭薇生完孩子, 送给她当礼物, 借此缓和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陆萧书房里有一个很宝贝的保险箱, 手下说可能里面有重要的东西, 但他们都不知道密码。 于是谭薇试了很多次, 最后发现, 密码是她的生日, 保险箱里只有两样东西。 一样是很多年前, 15岁的谭薇在陆萧生日那天, 送给她的第一件礼物。 这也是唯一的一件, 因为后来的谭薇在陆燕的挑唆下, 对陆萧只剩下了惧怕, 见到她就要远远躲开。 而另外一样东西, 是一枚用来求婚的戒指。 可惜陆萧还没送出去, 就不幸死于非命。 在之后, 谭薇一直在国外生活, 独自一人抚养孩子。 直到陆萧的手下发现, 陆萧的车祸是陆燕做的, 还找到了关键的人证, 但光有人证的口供还不够。 于是谭薇找到我, 想让我帮她找证据。 两个女人为了一个男人 争风吃醋, 陆燕自然享受其中, 并且放松警惕。 不管是我还是谭薇, 只要有一个人陪在陆燕身边 监视她的一举一动, 并借机查探陆燕藏匿证据的窝点, 另外一个人就可以趁陆燕不在时 带着警察去拿资料。 幸运的是, 我和谭薇成功了。 我们找到了陆燕多年来 从事非法交易的账目流水, 还有买凶杀人的汇款记录。 再加上车祸案的人证, 足够她把牢底坐穿。 至于谭薇, 为什么会找到我帮她? 她的原话是, 瑜伽, 我来陆家的第一天, 那些有钱的少爷小姐们 都在欺负我, 只有你在我被推倒时向我伸, 出了手, 我那时就知道, 你和他们不一样, 我答应帮谭薇, 也有自己的一些私心。 我想让我和贺寻 得到陆家的庇护。 我一直想堂堂正正地 和贺寻在一起, 但作为瑜伽唯一的继承人, 我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丈夫。 贺寻很早就开始喜欢我了, 其实我也是, 但我的父母在更早的时候 就告诉我, 佳佳, 你不能喜欢上任何人, 你的婚姻要由我们来安排, 你要以瑜伽的利益为重, 在这个勾心斗角的金圈, 我见过太多 被双方父母拆散的情侣, 所以当贺寻对我表白时, 我不敢答应。 对谭薇的帮助, 算是给我留了一条后路, 世间最痛苦的是, 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 陆云天不管之前 多么瞧不上谭薇, 也会因为谭薇为陆霄 留下了陆家的唯一血脉 而改变看法。 陆云天也会因为 我对谭薇的帮忙, 而对我另眼相看。 这样, 我就可以去和父母谈判, 用陆家的照拂。 换来我婚姻的自由, 我不是恋爱脑, 只是不想错过自己爱的人, 而且我已经有足够的能力, 靠自己将瑜伽做大做强。 其实打从一开始我就知道, 陆云根本就不喜欢我, 他自始至终 唯一喜欢过的人只有谭薇, 他允许我接近他, 只是因为我背后的瑜伽。 不过对于他来说, 在至高无上的权力面前, 在威胁他自身性命的生死之际, 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值一提。 陆燕被判死刑, 行刑前, 他除了贺旬谁也没见。 贺旬从警察局出来时, 眼睛红红的, 为了给他缓和情绪, 我问他当初给我买的婚纱在哪里, 我要是穿。 贺旬愣了一下, 接着赌气似的铭起嘴角, 嘴硬道, 谁说那是给你的, 我不由得善笑, 他应该是想起我之前那样玩弄他, 让他伤透心, 这是要报仇呢。 见他板着脸不说话, 我洋装生气地掐了一下他的腰, 难道你还想娶别人, 贺旬眉眼间的阴郁迅速退去, 嘴角很快忍不住上扬。 他在我的额头上轻轻一吻, 语气变得轻软, 是给你准备的, 在我家里, 到了贺旬家, 我发现那件婚纱被展示在一个精美的茶色衣柜里, 旁边还立了一块白板, 上面一首小诗, 初见欢, 错相逢, 心枉然, 一难平, 署名HX, 还怪文艺的泪, 就是看着有些伤感, 这是你写的, 我指着那两行小诗, 贺旬有些不自在地摸了摸鼻子, 嗯, 贺旬哥哥, 我仰着头, 眨巴着眼睛, 两条手臂搭在他的脖子上, 像藤腕一样缠住他, 嗓音娇软得不像话, 贺旬耳根慢慢变红, 眸光闪烁, 曾, 怎么了, 我直接拽住他的领带, 狠狠亲了上去, 不需要再说什么, 我相信他会懂, 一番运动过后, 我把那首小诗改了改, 初见欢, 盼相逢, 此生不爱, 亦难平, 署名HX与YJ, 谭薇把他和陆露的孩子, 接回了国内, 我和贺旬带着大包小包, 给孩子买的礼物, 去木薇餐厅找他时, 他却不在, 餐厅经理说, 谭薇去看陆霄了, 陆霄被葬在了西山陵园, 这里山清水秀, 如果不是眼前这些 整整齐齐的黑色墓碑, 我差点要以为, 这是什么五威级景区, 对于陆霄, 我不是很了解, 对他生前的相貌, 都有些模糊, 毕竟他曾经是最神秘可怕的金圈大佬, 看到墓碑上的照片, 我才明白, 为什么那些人都说他是阎王爷, 陆霄伶俐的长相, 充满了压迫感, 只是一张小小的照片, 都让我莫名觉得有些发怵, 也就只有谭薇能受得了他, 陪着谭薇在墓碑前静静站了一会儿, 时不时地聊几句, 这里太过冷清, 谭薇见我有些待不住, 让我先走, 他还想再多陪陪陆霄, 来一趟墓地都要吃狗粮, 谭薇临走前还说, 祝我和贺寻幸福, 我看了一眼正在不远处, 俯下身子摆弄路边花草的贺寻, 乖巧得像是一只大狗狗, 我笑着说, 我们会的, 路边的风景很美, 我干脆下了车, 牵着贺寻的手, 在路边慢慢散步, 一辆纯黑的豪车, 从路的另一侧缓缓驶过, 擦身而过的那一刹那, 我余光一瞥, 不禁愣了一下, 车后坐的那个男人面容淋漓冷酷, 左脸上有一道猙獰的疤痕, 男人朝我的方向看了一眼, 即便他戴着墨镜, 也让我不由地背脊声寒, 佳佳, 你怎么了, 我声音发飘, 贺寻哥哥, 你说那个路霄真的已经死了吗, 贺寻愣了一下, 怎么这么问, 我回过神来, 自顾自地低难, 没什么, 可能是我看错了吧, 或许路霄真的死了, 又或许他才是这场游戏最大的赢家。